美国政府今年大阵仗的支持台湾参加WHA世界卫生大会 又是呼应民进党当局警示电邮事件 又是联合其他七国盟友挺台 看起来是来势汹汹志在必得 然而到了关键的时候呢 竟然退缩了 他拒绝为台湾出席WHA提案 这下明白了吧 原来所谓的八国挺台是玩假的 台湾又被美国耍了 借用高雄市长韩国瑜的话来说就是 可怜啊 台湾对外交往部门负责人吴钊燮11号 在立法机构答询时首度证实 美国至今不愿为台湾参与WHA提案 吴钊燮发言一出呢 当即令蓝绿民意代表大表惊讶 但是直到昨天为止 台湾当局仍然是没有收到 世界卫生组织秘书处的邀请函 按照常识推算 台湾当局呢 无论以任何形式参与本届世界卫生大会的愿景 应该都不太可能了 港媒对此发表评论说 这一番话呢 印证了美国在对抗中国过程当中 把台湾推上前线 所谓声援呢 仅是虚晃一招 中国国民党主席江启臣 直接点破关键 他询问 既然美国这么支持台湾 为什么不叫美国直接提案呢 对于这一点 有媒体分析说啊 美国根本就不可能会为台湾当局 参与世界卫生组织的活动 提出提案 因为这就等于是仍然承认世界卫生组织的国际地位 以及总干事谭德赛的工作 不久前呢 特朗普疯狂攻击世界卫生组织以及谭德赛 并且拒绝向其捐助经费 甚至还考虑另起炉灶的行为 如今怎么舍得为了台湾做打脸呢 何况虽然特朗普借治疫情攻击抹黑中国 但是联合国第2758号决议以及中美三个联合公报 还是要遵守的 因为美国政府呢处处刁难中国 当然是为了遏制中国的发展和崛起 但是却始终不愿意与中方撕破脸 如果美国在wha提案支持台湾 这无异于美国承认台湾是一个国家踩到了中国的红线 中美关系恐怕严重恶化 后果不堪设想 因此今年的世界卫生大会 在涉台领域仍然是不大有可能突破 其实啊台湾被美国耍的团团转 也不是头一回了 这40多年来呢台湾在向美军购的交易当中啊 吃了多少亏买了多少老旧武器 恐怕台当局自己也数不清楚了 上个月美台签署防疫伙伴联合声明 台湾每周送美国10万个口罩 而美国呢却是向台湾出售防护衣原料 也就是台湾啊得用真金白银去买美国的物资 民进党当局呢刻意忽略这项不平等条文 而炫耀台美关系又升温了 看来台当局被美国耍着耍着也习惯了 只是台湾政客还是厚着脸皮自欺欺人 可怜的是那些被鱼弄蒙蔽的百姓啊 新环两岸快乐评 我是李璐再会 然而大工签 两岸快乐 呦